第一批90后马上30岁了 网友拒绝承认哭出了声 今天,第一批90后30岁倒计时冲上热搜一时间扎了无数90后的心 要你们倒计时干嘛?我心里没点儿竖吗? 陈学东的话一定倒出了许多90后的心声吧 那么,提到30岁,你想到了什么? 小梦小梦来来来,古人云,三十而立 90年的我,已有老婆孩子,房子车子,CM文子,印象特深刻 之前裸辞去找工作,公司前台登记名字和年龄的时候看到前面全是刚刚20出头的小孩时 就突然发现,自己好像老了,古人讲三十而立 即使在今天,很多人也把30岁当成人生和事业的一个翻水岭 若不能在30岁之前小有成就 很多人就会陷入莫名的焦虑乃至恐慌中 当90后职员手握保温杯在格子间里穿梭的时候 当大龄未婚的空巢青年们看到自己头发日渐稀疏的时候 很难不焦虑,存在即合理,寻找其中的原因 才能更好地理解年轻人当下的心理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